对这样的提案反对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早就已经解决了 我们国会有那个国徽国旗法的规定 它宛于我们的党规 马总统 欢迎大家 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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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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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这样的提案反对 党官就有共识的一致取 那因为事实上中澳民国成立 使用国旗国徽也已经110年了 我想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提出这样子的提案 其实有更多更重要的议题 需要政府还有立法院共同来关注 我想这个事实上在昨天表决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牵住表达立场 其实离2022年的选举 其实还有将近快两年的时间 我一直强调民众现阶段最迫切关心的 并不是选举 而是包括怎么样确保国人还有我们下一代 实安 确保我们的健康安全 包括劳工朋友关心的劳包年金改革的方案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包括年轻人一直关心低薪高房价的问题 以及劳金局爆发的弊案 超股弊案 其实至今为止当部也一直不愿启动行政调查 我们希望厘清的是相关的行政责任 以及更重要是包括行政程序作业规范 防闭监督的机制等等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其实行政部门应该尽速的启动调查 给国人一个清楚的交代 这个才是民众迫切关心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外委员一起来发生事 有需要帮他拉抬生事吗 没有是发我的春联 一起来发生事 如果能够帮他增加生事的话 那是自然的发展 那你怎么看那个实力跟民进党 通过那个党徽太上国徽这件事情 要求内政部搞呢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早就已经解决了嘛 我们国徽有那个国徽国旗法的规定 它宛于我们的党徽 总统有人之前有爆料说 是不是当时那个苏起曾经想要打算 用美牛来交换黄峰燕回台 这件事是有问题 苏起 对 我完全不知道有这种事 而且我觉得不可能 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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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启